真诚太可贵了 我们既然学佛了 希望这一生能往生净土 那不用真心不行 要用真心念佛 要用真心相信净土 相信有阿弥陀佛 用真心求愿往生 用真心念这句佛号 于极乐世界 于阿弥陀佛 决定感应道教 精光明经文句说得好 确盗行愿 行愿才是真心 要练 四四都用真心 也许有人说 在现前这个社会 用真心的人吃亏了 别人用妄想骗我们 我们用真心待人 不只吃亏了吗 这个亏愿不愿意吃呢 愿意 吃亏一小时 吃亏时间短 我们在这个世间 这个世上 也不过几十年而已 这几十年时间短 跟无量寿比 太远了 用真心 最后我们能够到极乐世界 如果不肯用真心 最后到不了极乐世界 那个审时就太大了 这个账要会算 要算得很清楚 眼前亏可以 没有关系 无所谓 终极的目标 往生极乐 亲近弥陀 这个利益太大了 所以 念佛人不怕吃亏 不怕上当 也不怕受骗 故人因苦 故人称当 我们决定不可以欺骗别人 记住 用欺骗别人这种心 念佛不灵 不能往生 因为 念佛的人很多 往生的人不多 六十年前 我初学佛的时候 老师告诉我 一万个念佛人 真正能往生 只有三五个 比例很少啊 那么在中国古代 念佛住节里都引用不少 善导大师告诉我们 万修万人去 一个都不漏啊 什么原因 用真心 念佛的人都能用真心 没有丝毫虚伪 所以万修万人去 现在人用旺行 用成习惯了 用真心不习惯 用旺行很习惯 六十年前 一万个人 能有三五个往生 那现在过了六十年了 有同修告诉我 现在的社会 一年不如一年 那么六十年后的今天 大概一万个念佛人 能往生的 只有一两个 这些是真话了 我们要做 一万人当中的 一两个 就是不怕吃亏 不怕伤当 不怕别人欺骗我 也不怕别人陷害我 老老实实 这一句佛号 一直念下去 我们决定得到好处 不怕伤道 也不怕 不怕伤道